比如说图晓宁那种,为了区区一百万的存款就去别人家挖客户,都让人家怼到脸上来了。 私藏浪漫,季玉衡六亿存款,分图晓宁两亿,赵方刚才懂为何爱上饶敬。 私藏浪漫播到现在,除了季玉衡和图晓宁的感情线填得发酷, 还有赵方刚和饶敬这对势均力敌的欢喜冤家,同样让人磕风,只是赵方刚表白悲剧。 他还气狠狠地喊了一句,我怎么会爱上这样的女人。 要不是季玉衡拉来的六亿存款,分给了图晓宁两个亿, 恐怕耿直男赵方刚永远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爱上饶敬这样的女人。 一季玉衡的六亿存款,私藏浪漫原著里,季玉衡带领的一部,只有四个部下。 加上季玉衡,总共只有五个人,分别是饶敬、赵方刚、许冯生和图晓宁。 因为上面有一项大工程,所以季玉衡将陪小公主玩的任务交给了赵方刚, 并且明确告诉他,赵方刚,两个亿的存款就到账了。 这位小公主的父亲是为大官,能直接决定这项工程的存款事项。 加上对季玉衡的信任,就将自己的女儿放在了一部实习。 赵方刚为了这两亿存款,真的很用心在陪着小公主。 而最终,季玉衡超乎想象,拿下了六个亿的存款。 他并没有私吞,而是每个人分了一个亿的存款。 但是到了图晓宁这里,拿到了两个亿的存款。 理由是,图晓宁需要业绩完成转正指标。 当时图晓宁是整个部的不宠,大家就都同意了季玉衡这个决定。 这个消息,赵方刚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毕竟,这是他和季玉衡一起跑出来的成绩。 他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原本想着,饶晓多多少少会有些想法。 但是没想到,对于这样的分配,饶晓十分赞同。 二,赵方刚饶晓势均力敌的欢喜冤家。 赵方刚和饶晓一直是拓展一步的竞争对手。 两个人虽然是同事,但是在于业绩上,谁都没有让过谁。 而在部门里,饶晓始终压着赵方刚一头。 两人在部门,经常拌嘴。 只是赵方刚没想到,自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个没有心的女人。 饶晓是个利己主义者。 他的世界里,什么都是利益为先。 只热衷于追求现有的快乐。 他崇尚背包理论,想要将那些拖累统统丢掉,只活出一个快活四溢的自己。 所以,他在拒绝赵方刚的时候,说,你又怎么知道,将这份爱意放进背包里,不会有消失的那一天呢? 其实,就是对于爱情,他是害怕和抗拒的。 因为害怕失去,毕竟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在饶晓的世界里,就习惯了一个人。 或者说,正是渴望另一个人的出现,才会害怕再次感受那种失去的痛苦。 所以,他选择了,没有开始。 三赵方刚为何会爱上饶晓这样的女人? 其实赵方刚和饶晓是一类人。 他刚开始对于饶晓,多多少少是有同情的心理在里边的。 因为见识到了饶晓孤独脆弱的另一面,赵方刚就起了怜悯之心。 或者说是大男人心理作祟。 因为常年被饶晓打压,他也想要征服饶晓一回。 只是没想到,越和饶晓走得近,就越被他吸引。 最后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在己欲恒分配存款这件事上,赵方刚又看到了饶晓的另一面。 外冷内热。 对于自己的徒弟,他同样希望他能成功转正。 也是真心希望徒晓宁能过得好,成长起来。 这样强大又温柔的女人,赵方刚根本就没办法一开眼。 所以,为了和饶晓在一起,赵方刚选择和己欲恒转到了分行。 离开一步,光明正大追起了饶晓。 他主动放弃现有的工作,就是要让饶晓明白自己的决心。 结语,饶晓对赵方刚的拒绝,其实挺让人理解的。 他是那种自由自在,喜欢自己掌控生活的人。 婚姻对他来说,可能就像是给鸟套上脚链,他并不愿意。 他这人,有自己的想法。 在他看来,爱情这东西,不是非得走到婚姻那一步。 他怕爱情会让他失去自我,变得不像自己。 所以,他选择了保持距离,选择了自由自在。 再说了,饶晓从小就一个人,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自己面对生活。 他怕爱情会让他变得依赖,变得软弱。 他不想这样,他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独立的自己。 至于赵方刚,虽然他们俩工作上是竞争对手, 但私底下,饶晓对他也是挺关心的。 只是,这份关心,可能还没到那种愿意为他放弃一切的程度。 他对赵方刚的感情,更像是朋友间的关心, 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饶晓他想要的,可能就是一种简单,自由的生活。 他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包括爱情。 这可能就是他拒绝赵方刚的原因吧。 私藏浪漫原来饶禁才是全剧眼睛最毒辣,头脑最清醒的人。 正在热播的都市情感剧《私藏浪漫》里, 男主几玉衡和女主图晓宁是一对试婚恋人, 且在同一个部门里工作。 因为银行禁止同部门的人谈恋爱, 所以两人决定隐恋。 尽管在他俩公司里从未露出半点暧昧, 可仍旧逃不过饶晓的火眼金睛。 那饶晓是什么时候发现 齐玉衡和图晓宁的关系呢? 剧中,饶晓给图晓宁换上礼服, 带他去见客户,在电梯里遇见齐玉衡。 因为担心图晓宁受伤害, 齐玉衡在电梯说了一番敲打饶晓的话。 那时饶晓觉得 齐玉衡像吃了枪药似的莫名其妙, 可应酬结束后,在酒店门口, 齐玉衡开车过来说顺路接人, 却很自然地从他怀中 接过图晓宁塞进车里。 饶晓就察觉到两个人有问题了, 只是还不确定, 而齐玉衡竟然还以为掩饰得很好。 后来因为相亲带的事情, 赵方刚被齐玉惩罚很不爽, 一个劲在抱怨发牢骚, 图晓宁看不下去 就说了几句袒护极玉衡的话。 此时,正在倒水的饶晓 听到了图晓宁的话, 好奇地问他是否跟极玉衡很熟悉, 图晓宁谎称 两个人只是高中校友而已, 并不熟悉。 但是饶晓从图晓宁 心虚和慌乱的神情中就读懂了, 所以他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点头。 不过,那时饶晓应该还是 站在成年人牧强的角度看, 小女生被成熟优秀的男士心很正常。 后来几玉衡生日那天, 全部门的人都去几玉衡家给领导庆祝, 而图晓宁未到时, 赵方刚说自己发现卫生间里有一根长头发, 看颜色很像图晓宁的头发。 饶晓一边转移话题损赵方刚, 一边是帮领导解围, 缓解尴尬的气氛。 接着在天台上 图晓宁帮吉玉衡挽袖子的时候, 饶晓在旁边看着他俩人亲密的眼神互动 和图晓宁脚上穿的粉色拖鞋, 他了然于胸, 脸上就是这两个人绝对不简单的表情。 唐宇慧来到拓展一部的那天晚上部门聚餐, 唐宇慧对吉玉衡献殷勤遭冷待, 赵方刚热心地给图晓宁介绍相亲对象。 吉玉衡和图晓宁的尴尬又排斥的反应 都被饶晓看在眼里, 饶晓心里明白, 所以他及时阻止了赵方刚既媒婆又八卦的行为。 再到西海镇, 饶晓和赵方刚在海边街道走着, 赵方刚突然说好像看到了图晓宁和吉玉衡, 饶晓半开玩笑地说赵方刚还没喝就晕了, 其实他半信半疑。 当晚图晓宁去找吉玉衡之前试探地问饶晓睡着了没有, 饶晓假装睡着了没应答, 其实他就是给图晓宁创造机会。 第二天早上, 赵方刚说在酒店走廊里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身影一闪而过很像吉玉衡。 而饶晓听了赵方刚的话, 看到图晓宁的不安后就帮忙打掩护, 说是赵方刚宿醉未行,眼花看错了。 回去的时候, 赵方刚看到突然冒出来的吉玉衡很是惊讶, 而饶晓却很平静, 还开玩笑说不知道昨天晚上图晓宁再不在房间, 饶晓果然是混迹江湖的高手, 说谎也不脸红。 吉姆病重住院, 部门员工一起去医院探望, 饶晓看到图晓宁和吉姆两个人演戏般的互动, 还看到挂在床尾的本子上有图晓宁的签字, 又在打开水的时候听到两个小护士的八卦, 他再仔细一回想就百分之百确定了。 饶晓很敏感, 善于观察和思考, 眼睛毒辣, 他是部门里第一个发现, 吉玉衡和图晓宁在饮炼的人。 饶晓有分寸也很清醒, 吉玉衡是他的领导, 图晓宁是他的徒弟, 他看破不说破, 吃瓜就好, 仗义又温情。 笑不活了。 私藏浪漫, 饶晓赵方刚醉酒一吻, 网友, 白贝占便宜。 不得不说我们静姐是很懂如何拿捏男人的。 赵方刚更是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这部, 霸气的静姐撩完赵方刚, 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一样。 我严重怀疑赵方刚送饶晓回家目的就不太单纯。 本来赵方刚还以为饶晓能借着酒劲和他能发声点什么呢? 天天盼着饶晓能对自己敞开心扉, 结果只有浅浅意吻。 不知道当天晚上赵方刚睡着没有, 大概率是失眠了。 第二天, 饶晓跟没事人一样, 把昨天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 当他说出不断骗谁喝酒的神发炎的时候, 估计赵方刚都想直接原地去世了。 饶晓对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力, 这句话仔细一琢磨, 人家说得真就没错。 只是可怜了小赵哥了。 无论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饶晋都有他独特的魅力。 工作中雷厉风行, 在单位一众男经理当中能够一支独秀, 足以证明他经过不让须眉的工作能力。 他生活中独立, 自主, 自强。 虽然失去了父母, 但却没有一蹶不振, 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 活脱脱把自己活成了女汉子。 饶晋就是现代独立职业女性最好的例子。 他看似冷酷, 不近人情, 实际内心比谁都有人情味。 聪慧如饶晋, 他是单位中最早发现 吉玉衡和小宁关系的, 他选择保密。 不仅如此, 在吉玉衡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还特意躲去没人的地方安慰小宁, 在工作中处处提携帮助小宁。 唐宇慧拉拢饶晋战队, 饶晋毫不犹豫选择了小宁这一方。 足见饶晋是个正直的人, 他看不惯唐宇慧耍的那些小手段。 赵方刚是整部剧里笑点最密集的人, 只要他一出场, 就自带幽默感。 他和饶晋般配的不是一点半点。 饶晋每天故作坚强, 实则内心爱怕孤独, 他整天混迹在夜场, 就是不想自己一个人独处。 赵方刚每天看似没心没肺的, 一点眼力见没有, 实则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的。 他手里能握着那么多客户, 足以说明一切。 他也是懂如何追求饶晋的, 饶晋以前什么围着那么多年下弟弟, 什么没见过。 赵方刚所幸也不扭扭捏捏玩暗恋那一套, 所幸打直球。 过年饶晋随口一说的包, 赵方刚就直接买了双手奉上。 饶晋已经明确拒绝赵方刚好几次了, 他其实不是没感觉, 他是怕自己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这对欢喜冤家, 小编还是挺期待看赵方刚之后的发力。 如何把拓展一部嘴硬第一人, 饶晋给收入囊中的。 好多网友和小编一样都超级喜欢这一对, 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舒服的付CP了, 人家男女主亲那么多回我都没笑这么嗨, 可怜的小赵哥, 这便宜被占得不明不白的。 谁来懂我一下, 对着这个视频看了十几分钟了, 太好磕了。 静姐第二天永远神清气爽, 哈哈哈哈。